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预防也应该是针对原因来预防 首先我们要有一个特别良好的用眼习惯 作为正在发育中青少年儿童 我们尽量避免这种移动终端设备 你比如说手机 移动电脑这些等等 因为这些东西它拿在手里头 我们的手是不稳的 它不停地抖 所以说我们的眼睛为了控制这种防抖产生的影像 我们眼睛在不停地调节 所以眼睛很快就处于一种紧张的调节状态 最后导致了一个调节的精彩 所以说我们有一个良好的用眼习惯 当然了我们成年人 我们因为工作 我们需要用这些电脑视频终端等 我们就要有一个度的限制 你比如说我们用眼四十多分钟五十分钟 我们一定要强制自己休息两三分钟 你比如说可以闭会眼睛 做做眼保健操 做做热肤等等 这是一个良好的用眼习惯 当然最有效的 也是目前现在国内外研究 我们得到一个共性的认识 就是一个好的户外活动 户外 尤其是对这种发育中的青少年儿童来说 每天增加两个小时的户外活动 能明显的减少进水的发生 我们知道在我们国家 现在尤其是这种中学孩子和小学生 现在因为这个应试的压力 现在户外活动几乎没有了 特别是城市的孩子 到处都是高楼大厦和钢琴水泥 已经找不到一块绿粒和操场 体育课也被无尽的压缩 平时的节假日周六日 也都是各种补课和学习班 这种情况下 真的是想预防近视非常难 所以说预防近视 需要我们大家共同努力 我们必须要真的 一定要突破各种困难 各种险阻 我们哪怕急也要挤出 这两个小时的户外时间 带着孩子 我们出去去打打球 做做运动 看看远方 这样能呼吸一点新鲜功气 少玩一些电子的产品 少接触一些对我们眼睛刺激的东西 这样非常能有效的控制近视 此外 另外忧生忧郁 我们这个也是一个国家的重要国策 我们也一定要积极的响应 另外良好的饮食习惯 良好的卫生习惯 这些都是能预防近视的有效方法